阿提斯的車友們 大家好 有一段時間 沒有在阿提斯的社團裡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要安裝的 一樣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這台算是11代 16年款的11代 車友的話 本來也有改裝了一些 譬如說鋁圈 輪胎 這是17吋的 這個的J數 好像不小 這個鋁圈的J數不小 那原來也已經有改裝了避震器 是應該使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有汰換 那今天要裝的是KT的 道路版避震器 車友也有 改了重低音 那 前面好像有一邊安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這個是 前面KT的避震器 左前方的話還沒有裝好 這個是左前的 右前的話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J數看起來好像比較大一點 放射狀的 17的看起來就像18一樣 不好意思 因為電話 所以有點斷掉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車友的也有改了 早上的Raffle也是愛馬龍 這一台的車友也是改愛馬龍 那四支的便器 我們全部都拆下來了 這個是右前 右前的避震器已經裝好了 它的前面上座呢 我們是有附的 後面的話也都有附上座 這裡可以看到是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呢 它是可以調整軟硬的 這個上座都附新的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來延用 然後前面的話 是配置了200長7公斤 後面的KT的彈簧呢 配置的特別長 先把電風扇關掉 才不會那麼長 前面的話是配置了200長7公斤 後面的話是配置了190長5公斤 所以後面的彈簧呢 我們特別配置的是 做了比較長一點點 讓後面的懸吊系統 因為這個不是12代的 這個是11代的 所以它後面的懸吊系統比較敏感 那我們配置的彈簧比較長呢 希望要求的就是 比較能夠達到車主想要的舒適度 那今天的車高 原來車主的也是改裝便器嘛 它本來是大概兩指幅左右 那預計等一下降下來的幅度 也大概是兩指幅 這是200長7公斤 那至於用料的部分 KT的用料都還不錯 比如說裡面的主寧友 使用的是一整桶 從義大利進口的IP主寧友 油品的話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整體的表現呢 非常非常優異 油封的話呢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日本NOK的油封 蓋子掉了 那這個的話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些的話呢 就是都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都要符合相關的規定 那改KT的話 ATIS 不用再花那個離載串的費用了 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它的長度啦 相對的位置都是比照原廠的 那車高的調整是靠 統身可調 我們把這個 銀色這裡的齒輪狀的托盤 我們逆時針旋鬆之後 它的整體的就可以旋轉 我如果往這個方向旋轉 它的車高就變高 因為它整體長度變長啦 所以車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車高就會變低 這一個版本 一般道路版 如果車主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最高的話 大概可以到達三指幅 最低的話 大概剩下不到半指幅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 還蠻寬的 前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 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 也有附上座 那這台車的上座 如果我們這台車在社團裡面 應該超過十台的直播了吧 如果有看直播 其實內容都大同小異啦 但是還是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後面的上座呢 十代十一代都是 我們把椅背往前掀之後 它的這裡有一個試毯 在這個地方兩邊呢 試毯把它掀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上座了 在這個地方 往車的中間的方向把它掀開 來這裡就可以看得到一個KT的LOGO 從這裡呢 就能調整到阻鈴的 一樣順時針的話變硬 逆時針變軟 那今天的車友 它的輪胎跟鋁圈是2154 57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一開始 先幫它設定大概在中間值 就大概15段 KT的話 一共有30段的阻鈴可以調整 那等一下會先調前後都15段左右 那後面的話 它的算是一個半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它的後面結構呢 還蠻簡單的 就是有一個上座 這個是上座 那彈簧剛剛有提到過 我們這條彈簧呢 打的比一般葉內還要長一點點 這個是190長 公斤速度的話是5公斤 這個有一個專用的華絲 這個華絲是KT所附的 是一個專用的規格 能夠把它電開 就比較不會干涉到內部 後面的話 預計大概不到兩指 輪胎的上緣 輪胎的上緣到葉子板 大概是28mm左右 是我們等一下 希望降下來的車高幅度 那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它的跟12代不同 12代的話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所以它的結構呢 就是調整車高 是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哈囉 關智妮好 這個也是很棒的 重低音的品牌 JL的 後面都已經安裝好了 現在只有剩下左前的安裝囉 這台車 各位有可以實車試乘的 等一下好像也有一位 車友要來試乘的 也是RT10的車友 基本上都安裝到差不多了 只有剩下把調整車高的 一個齒輪狀的托板 把它調整好之後 就可以上輪胎 準備要試車了 前面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層 師傅現在所在做的動作呢 是把它調整車高的一個齒輪狀的托板 我們把它敲緊 才不會有鬆脫的狀況 後方的話 它可以敲 也是需要敲緊 可是敲緊的磅束力道呢 就不需要像前面那麼緊 因為前面的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當它轉向的時候呢 它避震器前面 麥花層是會旋轉的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板 很容易會鬆脫 所以安裝完畢之後 記得要把這個齒輪狀的托板 要把它旋緊 要敲緊 線上大部分都RT10的車友耶 如果有問題的話呢 請不用客氣 請線上立刻詢問 我們就會把鏡頭 帶到大家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看的地方 或者是想要看的地方 這個算是貼了卡榜的四輪 好 不要OK啊 這樣上輪胎可以上 好 我們準備要上輪胎了 以上是今天RT10 這個算是11代 11代的安裝的直播分享 那車友們呢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私訊 會比較建議 因為我的訊息比較多 會建議到KT Racing的粉絲團 詢問我們小編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問題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掰掰